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让你更加了解新加坡的一个频道 我是频道主雪儿暖厨 今天的节目非常特别 将要带你来看一看 我的女儿整个放假一个半月 她是怎么度过的 也希望我精心制作的这一期视频 我不仅是送给我女儿 也跟所有的家长们分享 我们怎么样好好的利用假期 哪怕不出国 在新加坡也能让孩子快乐 有趣丰富和充满意义的 去度过这一个半月的假期 新加坡九岁女孩的长假纪录片 女儿在一岁半左右 就开始在厨房里面围绕着我 跟我一起打鸡蛋 洗米洗鱼等等 所以对于做这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我女儿还是算很愿意帮忙 而且是得心应手的 做家务本身它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 无论男生女生 学会做家务是最起码的 对自己能力的一个尊重和肯定 所以要多鼓励孩子们做家务哦 大家看通过孩子自己亲手做出来的美食 他总是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接下来的视频大家就能看到 我女儿是怎样从一个小白 变成一个会缝针的女孩子 其实这个过程 只要我们陪伴 是一定能够完成的 大家看到了吗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让孩子多多尝试 前面的针法大家能看到是一个非常不娴熟的针法 而此刻你们看到的针法就是孩子在经过训练之后 才半个小时后孩子就能够用娴熟的方法来进行自己的手工操作了 他今天要为他心爱的熊猫玩偶亲手缝一个小枕头 所以小孩对于玩偶的爱心 对于小宠物的爱心 我们一定要成全孩子 所以在这个缝针的过程当中 前前后后一个半小时 我看到的是孩子对于这些事物充满了好奇心 还有新鲜感 还有小朋友们的耐心 其实是非常足够的 所以我们身为母亲的 更需要在旁边时时陪伴 多多鼓励 然后他要什么 我就尽量的满足他 所以在整个做手工的过程当中 我都能感觉到 哇 孩子好像对于这个传统的东西 他充满了兴趣 并且他认为自己能拥有一个小小的缝针的能力 他是特别开心的 大家看他笑得真的很开心 因为他能亲手为他的熊猫做一样小枕头了 然后第二件手工呢 就是我们一家人 一家三口一起完成的 这个是他爸爸在圣诞节送给他的圣诞礼物 就是微型小模型 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之前在选这个礼物的时候 总是认为很简单 但在实际操作的时候才知道 真的需要你的眼力脑力 同时呢 你必须要很有耐心 所以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参与的时候 我们真的发现这个团队工作的凝聚力真的超强的 所以最后的成品给大家分享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花了多长时间宝贝 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 这是我女儿的圣诞礼物 给大家分享 哇 还能亮灯的呢 这个建工是朋友 爸爸做的 你爸爸帮忙是吧 太好了 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 包括成品成型之后 孩子的成就感 包括他认为 一家三口一起完成这样的一个作品 让他感觉到 我们的这个团队合作啊 凝聚力啊 更加的提升了 而且他认为特别有趣 孩子还要求我 下次再挑战 挑战这个更高难度的作品 我也答应了 所以小朋友真的是需要我们用心 用爱 用时间来陪伴的 平时每周我们都会带孩子外出用餐 那么在放假的时候 这个用餐频率会更高 所以呢 每次去用餐的过程当中 我们家有一个原则 就是孩子要吃的部分 一定是他点 他自己想要吃的 因为这是他自由选择的一个权利 必须要把这个权利给到孩子啊 另外一点就是 在整个用餐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跟孩子讨论 哪家餐厅好吃 服务水准怎么样 现在消费税又提升了 我们怎么样结合实际的生活 跟孩子来探讨美食 探讨餐厅服务和餐饮业 其实这些探讨的过程当中 会让孩子对于生活 有更多的了解 是非常好的话题哦 旺博物馆是我们家稀疏平常的事 我在这里呢 很想跟所有的爸爸妈妈 分享我的一个观点啊 很多人会问 怎么样培养出优秀的孩子 或者说是一个学霸的孩子 其实只要我们奢望孩子是学霸 或者说奢望他是优秀的话 那这一点就是我们的欲望 加在孩子身上了 我始终认为 我们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 我认为最美好的过程 就是要让他感受世界的美 也要了解世界的丑 所以在这个感受美好的过程当中 不是说我们讲而已 我们一定要带他走到 美轮美奂的好的世界里面 去看到美景是什么 美好是什么 所以呢 博物馆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它横跨历史 又有很多的背景 可以了解 那了解整个历史的过程当中 这就是人类不断进步 思想痛撞的 并且是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 所以呢 我认为 以其让孩子天天在家里做习题 真的不如多带他去博物馆 在博物馆里面 孩子多的是时间去思考问题 而且孩子问的问题 我们还可以跟他进行探讨 让孩子有更深度的对历史的了解 了解完了以后 他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会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以其说我们要培养所谓的学霸和精英 其实学霸和精英不代表他是个会生活的人 也不代表他拥有了非常有趣的灵魂 我认为一个懂生活的人才更为有格调 每个家长都希望孩子的人生像蜜糖一样充满了美好 但却忘记了 精神世界里面的美好是从阅读开始的 所以阅读 我并不会要求孩子读所谓的跟学习有关的 相反 他要多看课外书 因为这个课外书是打开他有趣灵魂的非常好的方式 谁说读书无用呢 那读有用的书就一定能帮助到你吗 也不是的 所以我们要在有用之外学会欣赏无用 这个对孩子来说更为重要 起码他真的不会枯燥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也是我们经常去逛的地方 从地铁站出来我们就已经开始去欣赏美景了 有时候我们常常讲要培养小孩的美感 什么是美感 美感是教不会的 美感是看出来的 当这个孩子看到的美好的事物足够多的时候 他就能判断美和丑 他就能判断什么是漂亮的 什么是适合自己的 所以我们在培育孩子的过程当中 真的要多陪着 让他多看 其实逛美术馆没有什么大的秘诀 也不需要我们家长一定要懂得哪一幅画 到底描述的是什么样的精神境界 不需要 只要陪着就够了 那美术馆里面的咖啡厅也很好做 所以我们一家三口 有时候就会这样坐着 喝一个下午茶 然后看看展览 我们现在先吃一点午餐 因为今晚我们还要做大餐 我们现在是在国家秘书馆 然后我和女儿两个人吃一个午餐 吃完之后 有热饭 对 热饭 然后吃一个午餐完了以后 我们就去看画展 看完画展之后今晚 我们去登宝宝宝吃大餐 OK 好喝吗 嗯 好喝哦 然后在里面我们吃了一个简单的午餐 今天爸爸没有空 所以我们两母女先逛起来 在美术馆里面 我们能看到整个设计团队 非常精心用心的各种布局 包括她画面啊 整个布局陈列等等 其实我在这里 我更想讲的是 你要问我 每幅画一定表达什么东西 我能够很贴切作者的想法吗 不一定 所以这个就是不同的人 看同样一幅画 会有不同的想法 这跟你的经历 你所受的教育 还有你自己对于美学的判断 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做高深莫测的评论人 去跟孩子讲 这幅画你要怎么看 不需要 你只需要带孩子 敬论在这个世界里面就够了 每次带他来 我也不会说太多话 陪着他看 然后我喜欢哪一幅 就跟他讨论讨论 仅此而已 而且这个讨论 是一定要允许孩子 有自己的世界里面的声音 也就是说你认为是这样的 但是孩子看不是这样的 那你要肯定 他跟你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呢 欣赏艺术品 不需要多么的给大家那么大压力 不需要的 只要带孩子来感受就可以了 只需要花时间陪伴 现在来到了我们一家三口 都很喜欢的野餐环节 对 我们要去户外野餐了 然后我们住在新加坡的西部 西部呢 已经有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自然的公园 玉浪湖公园 所以我们一家三口 我会经常在家里做好了我们野餐要吃的食物 然后带过去 在大自然的包围下享受美好的午餐 或者是下午茶 今天我们是吃午餐 大概中午1点钟左右 那可能观众朋友们会说 好晒哦 其实我们家不觉得 晒这只是一个借口 但是当我们要做的时候 我们才不在乎他晒不晒 其实不用怕晒黑哦 在新加坡这样阳光充足的地方 多晒太阳 是让我们身体非常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啊 而且呢 在大自然下 我们还能有时候看到各种各样的小动物 小生物 这对孩子来说也是充满好奇心的 然后它里面的设施也特别好 我们今天选择的是在一个大厂椅上 坐下来吃我们的午餐 在户外的这个野餐 会让我们一家三口都觉得 哇 享受当下是多么美好的生活智慧 大家看一看 这是我们这个椅子后面的美景 刚刚那个是前面的美景 所以这个绿色植物 呼吸了一下新鲜空气 感觉真的非常好 真的 2022年我们一家三口去了六趟动物园 动物园的动物跟我女儿都很熟了 我估计 所以呢 我每次用开玩笑的方式啊 跟我女儿说 他们都认识你了 而且这次去是最后一次圣诞节去 所以整个公园的圣诞气氛还是蛮浓的啊 动物园的圣诞气氛很浓 真的小朋友爱动物是他们最美好的天性之一 所以我们要让孩子尽可能的保留下来 这个美好的天性 那小朋友已经对动物园都很熟悉了 给他一个相机 让他自己去自由发挥 自己去捕捉美好的瞬间 小朋友特别喜欢去动物园 尤其喜欢这几只 跟大家讲啊 真的 我们每一次去 熊猫都给我们很多很多惊喜 我也拍了很精彩的瞬间 会在SOHO的节目告诉大家 熊猫宝贝越来越顽皮了 经常欺负他的父母 到时候大家可以看那个视频了 学校假期 坦白说我们的学习部分是非常少的 只是让孩子保持一个学习的过程而已 所以呢 在整个假期 只是偶尔会给他复习一些华语 还有一小部分数学里面需要注意的东西 仅此而已 学校假期是拿来干嘛的 就是让孩子放松身心的 所以学校假期千万千万 在我看来啊 不能成为小朋友 好像说快马加鞭的方式 其实这样的话会让孩子害怕假期 所以我女儿是非常期望假期到来的 因为假期到来了 爸爸妈妈就会带他去封 这是他童年最宝贵的回忆 那前面告诉大家 假期就是要用来封的 大家现在看 我们来到那个冰雪城 开始发疯了 所以呢 感兴趣要了解我们玩的这个过程的观众 可以去我这一期节目看了 这期节目已经上线了啊 大家可以进这个封面图 点进去就能看了 那假期最关键的还有一点 就是要让孩子定期的运动 其实平时上学期间 我的女儿也会定期运动的啊 那学校假期的话 我们这个频率会更高一点 晒太阳啊 跑步啊 跳绳啊 滑滑轮啊 这些都是孩子喜欢的运动 还有游泳 其实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不是在乎结果 而是在乎这个过程 小朋友的意志力有没有被培育出来 这个意志力就是他能够不容易放弃 啊 吃一点点苦 其实运动的苦就是身体上的一种消耗嘛 那你能坚持下来了 那你的意志力就磨出来了 那同样的 有玩啊 有运动了以后 那运动的另外一个方式 也可以是在玩中运动 所以我们也会带他去儿童城 啊 这种呢 是属于我们要花钱买票进去让他玩的这种运动型的儿童城 那也是可以啊 所以呢 给孩子提供多种多样的可能性 让他慢慢发现自己到底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这个过程里面孩子会真的发现 哦 爸爸妈妈都给我安排好了 然后让我去体验了 那最后我就会反馈给爸爸妈妈 我到底喜欢什么 我不喜欢什么 如果是喜欢的 你将来就可以一直往这个方向去保持你的兴趣 所以给孩子诸多的可能性 其实是我们做父母很重要的一项工作 啊 那大家看 玩一下 一个下午就过去了 小朋友也很开心啊 当然孩子的童年是无法复制的 就让他开开心心玩吧 新加坡本身也是有羊场和牛场的 只是面积不大 那这个羊场呢 是很多的学习团体都会来参观的一个羊场 那学生们啊 或者孩子们通过跟小羊的这种接触和喂食 也会学到很多的知识 所以呢 学校假期 有的家长呢 也是会带孩子来看羊的 那这个喂养喂食的过程当中 也能观察到小动物是怎么生活的 所以呢 小朋友的同真同趣 而且对这种小动物的怜爱之心啊 我们通过这些过程都能看得见啊 然后呢 他们还会选择说哪个动物好像看得去很瘦啊 他很想把他喂饱 都有这种小朋友的心态 所以家长们看了都是很感动的 而且亲近大自然 亲近这些动物 也是让孩子学会尊重生命的一个过程啊 所以呢 我们很快啊 再开车十分钟就到了另外一个是牛场 但是这个牛场并不大 啊 它里面的牛也并不多啊 只是起到一个参观的作用 啊 那这个牛场呢 我们啊 进去以一个一队人马 比如说我们这次去是差不多五个人 所以呃 五个人的话呢 它是作为一个单位啊 进去的门票价是20块钱 然后就可以喂牛了啊 就是很简单 就是直接就可以啊 喂牛了 那除了这些活动之外 我女儿我们还带她去参加了一日游 那都在这些节目里了 大家可以去选看了 那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位于西部南洋理工大学旁边的一个 非常呃 有纪念意义的地方 它叫做龙窑 这个地方呢 就是专门做这种手工淘气的 里面面积是很大的啊 感兴趣的家长也可以呃 带孩子前来 那这个窑呃 烧窑的地方 如果你想做手工的 作品的话 一定要预约哦 如果不预约当场去 是没有课程安排的 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了 孩子的假期 我们这次没有安排出国 所以我们也尽可能的 让孩子感受假期的快乐 所以这个摩天轮 我们那一天就去了两趟 白天的风景 我女儿看了一次 晚上的风景 她又多看了一遍 那详细的节目 我已经把它拍摄成 制作成视频了 在这一期跨年的节目里面 我有非常详细的介绍到 摩天轮的画面 大家可以去这一期视频来看 是这个封面图的视频 大家点进去看 学校假期 怎么能少了好电影呢 我们除了去电影院 我们也会在家里面 收看好的电影 所以好的电影 是会让孩子跟家长之间 产生更多话题 还有更多的精神世界的沟通的 所以我们一家三口 都非常喜欢优秀的电影 所以多陪孩子看电影 也是很好的 亲子关系的培育方式 那希望我这一期 精心总结的节目 能够让你和你的孩子喜欢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 热爱陪伴孩子的家长 让孩子的童年没有遗憾 我是学温暖厨 感谢收看 拜拜